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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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被曝出曾是985毕业的高材生 可如今走上化美妆 做美甲 还穿女士皮鞋的道路 她到底有多放飞自我呢 哪怕是穿上一件女士毛衣 她都能开心地给大众来一支舞 每条视频的开头都是熟悉的一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甜心 但凡是吃爽了 便会开始自己的行为艺术 此外 在她的视频里 网友们也惊奇地发现 床竟然真的可以脏到被盘出浆 王甜心甚至直接把床当成小狗的餐桌 不仅把食物往上乱丢 连小狗也直接在上面吃饭 一张发黑的床垫 怕是有十年没洗 但她依旧睡得不易乐乎 就连房东在看到她的视频后 都被气得连夜让她搬走 而有了这番教训后 王甜心也聪明了不少 此后但凡直播 她都会找一个稍微空旷的地方 不得不说 在人人都刻意营造好形象时 王甜心却成了网上的一股清流 凭借着浮夸烈结的视频 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而王甜心的视频 可谓是一天不看就难受 看一条更是难受一整天 而凭借另类画风走红的王甜心 也迅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极大的恶意 甚至被网友逼到差点退网 据她所说 曾经有人减赞了她家的网线 导致她只能跑到十公里以外的商场 去测一个免费WiFi上传视频 她还表示 经常有路人会在路上突然踹她的小狗一脚 不过 既然网红之路如此艰辛 为何王甜心还要孜孜不倦地 坚持这种另类风格呢 她到底是装的还是有背后操盘手呢 没多久 有网友搬出了王甜心几年前的视频 那时候的她还是非常正常的状态 头戴鸭绳帽 身穿牛仔衣 看上去是个干净利落的小伙 说话语气也都与现在不同 而很久以前 王甜心还做过时尚博主 每天在网上教大家化妆 因为脑洞比较大 她还为一天演一个人设 故意来逗粉丝 不过突然有一天 王甜心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躺在一个脏兮兮的出租屋里 连说话也有点神经兮兮 当时粉丝们以为她还是在演戏 于是纷纷表示不喜欢这个人设 还劝她赶紧变回来 可自此之后 她搅柔造作的人生 却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王甜心在直播时 要么是对着屏幕嘟嘴卖萌 要么就对着网友献一支舞 作为一个男生 摆出如此阴柔的动作 的确让很多网友感到很不舒服 可王甜心似乎并不在乎这个问题 反而像是找到了流量密码一样 故意走在大家的雷点之上 除此之外 她还会故意给大家 秀一下自己瘦而强壮的肌肉 还有显而易见的猴结 网友也随其表示 的确很明显 都完全看不到 紧接着 王甜心还会信心满满的猛夸自己一顿 说自己连喝个水 都像是在拍广告大片 嘴里更是谦虚地表示 不好意思 气质比较出众 时至如今 你永远不知道 这是她的人设 还是真正的她 就像你永远不知道 她下一句会说什么一样 面对黑粉的时候 明明上一秒还哭得极其伤心 让不少网友都带入了进去 结果下一秒 她就说着说着笑出了声 而这样一天一个的人设 让人根本搞不懂 她嘴里的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还有一次 明明前一天还在说 自己不会再更新内容了 但第二天就发了一条 自己在西餐厅里吃牛排的视频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样的风格 的确足够博人眼球 也给王甜心吸引了不少热度 虽然分不清 她的话是真是假 但在王甜心的身上 却能找到唯一一件 可以确定的事 那就是她对小狗的感情 作为自己身边唯一的依靠 王甜心把小狗 当成了最好的伙伴 不仅每条视频 都要拉着小狗一起出镜 甚至还专门为小狗 做了一幅画 而平时吃到什么好吃的 也不会忘记给小狗尝尝 只是这一点 完全不能消除 大家对她的偏见 她疯癫的视频风格 依旧会让人疑惑 难道她真的是985的高材生吗 她到底又经历了什么呢 后来 王甜心发布了一条 辟谣自己985学历的视频 她说 自己的最高学历只有初中 上完初中之后 就去广东打工了 打工两年 又从广东 一路朝西边出发 有时候坐车 有时候骑单车 甚至还会免费搭车 不断地朝着她现在所在的目的地前进 为了让大家更相信她的说法 她随即又说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985是什么意思 不过 即使她极力撇清自己的学历 也仍有不少网友 发出了王甜心早年的社交账号 还发现了她上学时发的视频 她不仅会记录自己在教室上课的日常 还会记录自己的宿舍生活 而且通过她的话 能明显看出 她的水平绝对不一般 因此网传 她是四川大学美院的消息 也不一定是谣言 而也有知情人爆料 王甜心在上大学时 被伤害到了感情 因为受到了刺激 所以便选择主动退学 王甜心自己更是曾发过视频 在视频中她称 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敢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 说我被学校给退学了 现在我就一个人住院 待在一个小空间里面 每天郁郁寡欢 不知道王甜心是不想回忆那段痛苦记忆 还是找到了新的流量密码 前后不一样的说辞 使得大家对她的身世更加好奇了 一切 本以为她就是个纯粹博取流量的低级网红 但看了视频才发现 她竟然是个真正的抽象大师 除了总是进行一些行为艺术之外 可以看出 王甜心是真的非常热爱画画 经常会发出一些抽象的艺术画 而在微博上 她也经常晒出自己画好的画 文案图片 更是一款视频平台上的疯癫模样 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甚至还有种文艺青年的气息 虽然总有人不理解她 甚至恶语嘲讽她 但也有很多人觉得 王甜心就是在表达自我 分享生活 并无不妥 甚至还有人说 在她身上有一种 别人笑她太疯癫 她笑别人看不穿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关于自己这种做作的人生 王甜心曾经做出过澄清 她的意思是自己背后有公司 而且签了八年的合约 于是就有网友猜测 言下之意 王甜心是在公司合同的制约下 身不由己地为自己塑造娘炮的人设 来博人眼球 但凭借王甜心一贯的作风来看 这些话依旧有些真假难辨 真相到底如何 或许只有她自己清楚 尽管网友评论 她的思想没有问题 只是掌握了流量密码 但如果真相是与之相反的 那我们又该作何评价呢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下期再见